朋友们今天啊咱们来讲一讲前几天刚发布的网易520游戏发布会 如果说腾讯发布会我看完之后我就一声吵叹 这网易的发布会我看完我连叹都叹不出来了 本以为企鹅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有人比企鹅还要勇猛 这是谁的不讲 基本上呢全程都在放CJ 这次一共公布了十几款新游 什么逆水寒 其他也记不住了 车仓球凑齐了 其他游戏呢是有记忆点 但是呢全是吐槽的这种记忆点 感兴趣的一个没有 咱们呢先说一下它这个重磅的逆水寒手用 真是吹破天了啊 网易呢一直在吹自己的逆水寒 他只能弄牛逼 牛逼牛逼 反正都牛逼都要吹上天去了 但是我只能给大家说一句话 他说的它是十几演示 大家不要信 大家呢就去看网上那些up主 他们发的那个视频 到时候画质成什么样子 那就是什么样子 他要是能把演示的那个画质弄出来 409这个最佳 我画就放这了 然后呢就是有一款游戏啊 三国啊又是三国 这这么2023年了 还拿出来一个夜游风的这种三国啊 在这显摆呢 你也能上发布会 不知道呢 我还以为是凯英发布会呢 还有就是这个设计游戏啊 我忘了叫啥 是打一堆主播的切片啊 直接就放发布会了 我把我尬的呀 甚至还请了个陪练的那种小尬卷在里边 卧槽 党司太往下拉了你知道吧 老板你看到人来你就 网易好歹咱也是算国内第二大厂呢 腾讯虽然说他也是做游戏的 但是腾讯呢 游戏业务其实在他的这个整体占比不算很大 你网易有什么呀 你网易就靠着游戏呢 你还不好好做 你不靠着 靠啥 靠网易 银元 在这项下去 第二的位置都保不住了 我的建议啊 如果说网易你实在没活儿 可以把那个张栋叫下来啊 咬个打火鸡也不错 还不知道张栋是谁是吧 网易的一个策划天天碰瓷米哈游啊 就这些新游 你其他的那个游戏呢 你不是有一个看字六七吗 怎么都不摆出来呀 真正概念批威呗 现在就个概念啊 新建文件夹 啥都没有呗 还有你之前的那个带号世界去哪了 啥都没了 不过这咱也能理解 估计就是全卡呗 大项目都没了 就剩下单国的那种 不费什么钱的啊 真的是很不明白 网易内部砍项目的成算标准是什么 换书好好的 你砍它干嘛呀 一个月也花几千万的流水呢 实在不行你把换书复活了 也比你现在有活儿 现在大家玩网易的游戏 就有一种感觉 我这个游戏啥个官府啊 I didn't get it I was just in awe 你这个发布会上来就热爱热爱 刚热爱了就官府了 之前大家对网易的印象 还有魔兽什么的 现在暴雪也分家了 真的你要是再不努力 你就真的只能去养猪了 这一部分